Hello!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回到老堆的频道 在今天的视频里,老堆和老助理将为大家带来 爱奇科技最近推出的新品,公路赛车飘移版的拼装视频 之前老堆已经入手了,清禾重工的四台工程车感觉很不错哦 对哦,不过老堆之前拼装的工程系列都是静态版本的积木 这次拼装的公路赛车飘移版带有动力组件 小米积木的动力组件和乐高或者其他国产积木的动力组件都不一样哦 让我们赶快开箱一探究竟吧 开箱咯 当当 耶 680片零件分装在15个袋子内 拼装步骤分为三部 动力组件方面,配有一个MWV8电机 一个MWD6四伏多机 一个MR6电池盒 都让他们更静鬆的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公路赛车飘一板拼好了 这款公路赛车飘一板个头虽然不大 但是却很漂亮呢 这台小车的颜值确实不错 老顿觉得比之前推出的公路赛车要好看不少呢 老顿我看你不到三个小时就拼好了 是很好拼吗 是的 这台小车只有不到700片零件 拼价顺序非常流畅 没有任何难度 爱奇艺零件的手感也是一如既往的好 拼起来非常轻松 老顿我看你是照着iPad拼的 这款也是电子说明书吗 对哦 这也是爱奇积木产品的一个特点 爱奇的3D电子说明书有利有弊 优点就是哪个零件该怎么安装 非常的清楚 缺点主要是找零件比较麻烦 这款作品的名字叫做公路赛车飘一板 它真的可以飘移吗 真的可以飘移哦 只是需要一点小技巧 因为飘移需要后轮失去抓地力 网友指点老顿使用透明胶带将后轮缠起来 这样的话就可以在比较光滑的平面轻松飘起来了哦 听起来这款小车的可玩性很高呢 点赞 点赞 如果你喜欢这个视频 欢迎订阅老顿的频道 如果你有任何疑问 也欢迎在评论区中与老顿电行互动 今天的视频就到这里了 我们下支视频再见吧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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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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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